新北市台六四線快速道路板橋往三重的方向 這個17.6公里的彎道處 凌晨一名大約30歲的男子 酒後開車在轉彎處 結果自撞翻車 這名男子從車內爬了出來 路過的民眾停車趕緊報警 並且詢問他是不是要幫助 但是駕駛因為酒駕心虛怕被裝 竟然徒步就往三重方向一直奔跑 跑了四百公尺 從十層樓高的高架橋上一躍而下 那警銷貨報趕往來救援 在高架橋的草叢發現駕駛 幸運的只有肋骨骨折 但是因為他身上有濃濃的酒味 送醫抽血檢測 結果發現酒色值達到1.05 警方也依照公共危險罪嫌 一送討伴 聲聲不醒宏觀視野我是升宏 想要看體育新聞 就要趕快看華視新聞 趕快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喔